至于在检查总长的部分 提名人选出炉了 总统府发言人李嘉飞今天就宣布 马总统广征各界意见之后 决定从司法院和法务部推荐人选当中 提名最高检察署主任检察官 严大和出任下一届的检查总长 提名资文也将会在今天下午送达立法院 严大和今年65岁是张化仁 台大法律系毕业 他曾经担任过多项的职务 检查实务经验相当的丰富 曾经侦办包括了中华商业银行 还有力霸集团最大金融掏空案 多位政务官牵涉的弊案等等